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。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。 袁冰岩送威龙合作。 净双城开播消息。 陈小陈言希要合体。 追星是当下许多年轻人很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,他们对偶像抱着真情实感,也对他们的私生活充满兴趣。 那么,这一期的内容有哪些呢? 袁冰岩送威龙合作。 这两人在影视剧这边的市场都挺不错的,袁冰岩这边因为古装剧出圈,造型也比较出彩,再加上片酬不算高,性价比还是很高的。 送威龙则是恰恰相反,他比起古装剧,现代剧市场更广,尤其姐弟练题材方面。 这次有一部古偶剧《四海众鸣》正在和他们两个洽谈,想要邀请两个人合作,不知道最后结果如何。 这部剧大家都知道会在这个月开播,腾讯视频也已经官宣了,那么具体日期是哪一天呢? 大家不妨可以算一算,张若云的《雪中汉刀行》结局时间,那个时间就是净双城开播的具体日期。 李一峰这边对于这部剧并不是特别重视,当然正常的宣传还是会有的,但和陈玉琦那边不会合体炒作,他后续也没有接偶像剧的计划,会争取大制作。 陈小陈言希要合体。两个人最近的热度简直不要太高,先是壁咚,接着又是唱《小星星》,每一次收获都是满满的祝福,两个人的私下感情现在也是挺好的。 陈小和陈言希也知道合体热度远远大于个人,现在正在和俄厂那边洽谈合体综艺的资源,除了有丰厚的报酬,还有一个条件,那就是的给陈小智换新的影视资源。 最后呼吁大家理智追星,学习一人身上的优点,成为更好的自己。